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爽对他大喊汉奸 还玩起了猫抓老鼠的追赶游戏 这画风也是很清奇 两对戏内CP看起来都甜乐交加很有戏的样子 你们更喜欢哪一对呢 还记得当年的甄嬛传里 一直活在台词里的白月光纯元皇后吗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脑洞为陈建斌的妻子蒋勤勤 最近海上木云记热播 蒋勤勤出演了容颜老去的女人南枯皇后 与平平无奇的古天乐一起 成了一个著名的梗 有网友注意到南枯皇后的很多角度 跟环幻真的神似啊 你们看皇后的一个霸气回眸 是不是跟环幻的回眸一模一样 还有盛装微笑的侧脸 被皇帝掐下巴掐脖子时 又惊又恨的眼神 果真是婉婉泪清 许多网友都觉得 当年没有请他客串甄嬛传 实在是太遗憾了 毕竟年轻时的蒋勤勤 可是能出演新师和各种角色的古装美人 如今演了一个黑化皇后 跟皇上相爱相杀 跟环幻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不过虽然难哭地后虐心 好在戏里还有一对甜甜的青梅竹马发糖 那就是窦霄饰影的目如寒江 和徐璐饰演的苏宇宁 两个少男少女娇羞的小眼神和小动作 不要太猛 你就 你别再想给我说的 有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长高了 热 其实 你要是不住在宫里也好 你要不住在那宫里头 就不会受人欺负 这样 否则能放心一下 你在担心我 我当年不是说了 要保护你吗 有糖有刀 海上慕云记真是全方位满足了各路追剧狗的要求啊 大家快登陆腾讯视频 火速看起来哟 女明星们的身材向来是大家关注的对象 特别是腿部 仿佛不拥有一双大长腿 久不五能算女神 最近网友评选娱乐圈新四大腿后 荣获提名的女星有妮妮 江书颖 迪丽热巴 王立坤 张雨起 关小彤 她们无论是穿长裤或是短裙 都能凭一双细致白的长腿夺得全场的目光 成了时尚界的宠儿 但也有人注意到 带货女王大秘密居然没有上榜 要知道大秘密可是引领过下身失踪的时尚女神呢 一双眉腿还被称为小鸟腿 看来要称为腿后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太一样呢 赵本山的小女儿球球 一直都跟其他新二代不太一样 年纪小小的她一直热衷于直播 因时不时就怼个黑粉而走红 还赚得盆满钵满 她最近的直播更是全程放飞自我 穿着黄色卫衣 戴着小黄帽和黄色太阳镜变身小黄人 在屏幕前又唱又跳 小乃伊萌萌哒 有网友说她自大 也完全影响不了她的好心情 反而被她一句 我有资本我有爹 怼了回去 每天直播怼黑粉都能怼出新花样 真是社会我求姐 有爹不怕怼呀 张一山自从说要放慢脚步之后 就真的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最近她还带着朋友出国旅行了 昨晚她在微博晒了一组游客照 张一山穿着红白黑的壮色卫衣 戴着黑色帽子 跟三个朋友一起摆了不同pose 仿佛在COS游客版古惑仔 她满心期待着大家的评论 结果先迎来的是来自多年老友的嘲笑 先是被同行的鲁天地吐槽 她没有发源图 然后又被杨子评论 她是四个人里最丑的 张一山马上回怼 让小猴子好好减肥 一刀戳中小猴子的死穴 小猴子毫不退缩 又对其他三个男生进行了一一点评 结果又被鲁天地本人活捉 调侃他梦见男票秦俊杰 跟同剧组的女演员跑了的事情 还让杨子多去关心关心秦俊杰 别操心他们了 大家看着一来二去的香沙户怼场面 谁还能想得起 张一山的到此一游pose呢 热衷半脸自拍的大秘密 这两天终于有参加品牌活动的全脸美照 供你们铁平了 无论是穿着美美的礼服裙和咖啡 贵坐的地毯上的性感撩人 还是穿着格子衬衫 带着毛线帽的俏皮可爱 大秘密的每张照片都颜值爆表 当然也有一些朦胧美的半脸照 留给半脸党了 大秘密最近的工作看来也是很繁重 要兼顾拍戏和活动 在最近曝光的扶摇片场照里 穿着古装戏服的大秘密一脸疲惫 地旁的小天非常暖心地给他按摩 手法还挺娴熟 就是不知道刘叔叔看到了 会不会已经在提刀赶来的路上了呢 当初的我现在好吗 你是落在那一次搬家 但每次太阳落下 依然晚上怕 新的枝崖 来自旧的 新的枝崇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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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